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又想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特朗普的情况 较早前 特朗普在首场的党内初选 就已经把排名最后的位 Rivik Ramaswamy 踢出竞逐初选的竞赛 现在又多一名共和党的竞选人退出这场竞争 他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帝斯就宣布退出竞逐共和党提名 现在就只剩下Nikki Haley 日向以来在美国党内初选的时候 选到中途 退出赛事都非常常见 但今次第二位退出党内初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帝斯当他在共和党党内首站的选举时 获得第二名候选人 但为什么他又这么快就退出这场赛事呢? 当德桑帝斯宣布退出时 他就这么说 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胜利之努 我就不能要求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及资源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就暂停我的竞选活动 简单来说 德桑帝斯他自己也颇为自知之明 应该是很明白自己是没有胜选 所以倒不如早点退出 洗少点钱吧 其实 德桑帝斯作为佛罗州州长的时候 他的正值都是可怨可点的 不过 他另外那两名竞争对手 一个就是特朗普 另一个就是Nikki Haley 他两个反而更加之势 特朗普一向以强硬的态度自居 另外Nikki Haley就获得不少的有钱人支持 但是德桑帝斯他的卖点就是较年轻 其他的就没什么 不过 从日本的美国选民来看 特朗普可谓一气绝尘 抛离了其他候选人 但是特朗普所获得的竞选资金 就比不上Nikki Haley 但是不要忘记 当共和党初选首站 爱奥亚洲的时候 德桑帝斯是获得第二名的 为什么当初德桑帝斯 一开始的成绩都不算太差呢 原来他是唯一一个 走访了爱奥亚洲 99个军院的人 他竟然选择那种 踹石仔的方式 逐家逐户拍门去球票 在美国的总统选举里面 实属罕见的 另外就是 德桑帝斯的竞选团队 为了赢得爱奥亚洲 在造势大会上花费 足足多达3500万美元 但在广告推广上 虽然这笔钱 就不及得上Nikki Haley Nikki Haley 多达3700万美元 但是也够他 在民调上领先特朗普 和其他的对手的 但是总括来说 能够可以参选这个 总统初选 基本上大家各派都有 不同的派系的有钱人支持 只不过 相比起 Nikki Haley 特桑帝斯 所获得的资助 只不过是 少一点点而矣 可以了 要能够成为 美国大选的候选人 就算是来陪跑也好 你都要是一名有钱人 又或者 你背后要有金主 你才有资格参赛的 因为总统选举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 烧钱的活动 你不烧钱 你就做不到任何的宣传 没有宣传 就没有人会来 道理就是那么显钱 虽然 美国的民主制度声称 人人都可以参选总统 但实际上 有多少人 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真是少之有少 而关键就是 你又没有钱 所以如果你说 美国民主制度很公平 人人都可以有机会参选总统 事实上 就并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你没有钱的话 你什么都不可以做 这个才是美国民主的现实 当然 德桑帝斯 虽然在首场的竞选里 获得第二 但计算的数据 他的胜算就真的不高 再这样下去 就只花了金主的钱 那倒不如现在早点斩揽 早点退出这个选举 集中自己的工作 好过跟别人陪跑 不是说不能陪跑 但在美国民主制度里面 你要陪跑的话 你也要有金主支持才行的 而且 德桑帝斯 他年纪常轻 就算 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 先次再下场 那时候他都未到五十岁 到时候再拨一拨 都不是说没可能的 加上 相比起现在 另一名候选人 Nikki Hailey 她就已经五十二岁 所以德桑帝斯 都是常算年轻的 现在在共和党 党内提名 竞赛里面 就得回Nikki Hailey 和特朗普 至于在较早前 就退出了这次 港内初选 的印度裔富豪 Vivik Ramaswamy 当她宣告退出初选 就立即 呼吁她的支持者 要支持特朗普 所以 相比起之下 Nikki Hailey要赢得特朗普 就真的很难 虽然如此 也不代表她真的放松手脚 Nikki Hailey 由于获得大量的金主支持 但是在广告费 在新罕布十二州 就已经烧了三千万美元 如果在新罕布十二州 Nikki Hailey 不能够 击败特朗普 又或者 将他们两人的差距 拉近的话 那可能Nikki Hailey 都会 考虑退选 也未定 如果是这样 那特朗普 就提前跑出 成为能够 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因为 如果在新罕布十二州 做不到好成绩 给人看 Nikki Hailey又怎能说服其他金主 继续支持她呢? 至于从CNN最新公布的民调来看 Nikki Hailey 在这个州的民调支持率 仍然落后于特朗普 多达十一个百分点 这个差距 真是不小的 当然 虽然 赛前的民调 就不能完全作准 最多就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最后 还要看 那个赛果 至于 新罕布十二州 就将在美国时间 1月23日举行 不过 对特朗普来说 他的阻力 就不是来自 Nikki Hailey 最麻烦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 就会在2月时 对特朗普 有没有资格 参加总统大选 进行辩论和裁定的? 而去年12月时 霍罗拉多州法院 就引述美国 建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条条款 叛乱条款 作出判决 因为在2021年1月6日的 美国国会暴乱 特朗普 就被裁定无资格 参加科罗拉多州的初选 这案件已经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而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将会是 决定特朗普大选的命运 而在1月18日的时候 特朗普也向美国最高法院 提交了安情责要 他要求推翻科罗拉多州的法院 判决 至于特朗普的法律团队 更加说到 如果科罗拉多州 或者任何其他州 是被容许取消特朗普 参加2024年的初选大选资格 可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会被排除在选票之外 继而会在社会引发 更加混乱而又疯狂的局面 这句话 他说混乱与疯狂 真是可圈可点 会不会导致全国大暴动呢? 这个不是说 没有这样的可能 连美国国会也曾经出现暴动 要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们的情绪 以及对特朗普的支持的疯狂 特朗普再引爆多一次暴动 是绝对有这样的能力的 认为特朗普在美国的民意基础 不是吹出来 是实实在在的 我自己就认为 美国法院就不应该 这样硬生生 阻止他去参与这个初选 因为你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就是要给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参选机会的嘛 特朗普 从条件上也有 民意基础上也有 你又怎样能够 阻止他去参选呢? 如果透过法律来阻止他 其实就和洗横手没什么分别 再者 民意就不可欺 有人就洗横手 希望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来的方式 阻止他参选 这种行为 也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其实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应该要 更加要 相信美国选民呢? 既然他这么有 民意基础的话 那就由得特朗普 参选咯 等他和拜登两个 再争一次 看看大家 谁可以赢出 下一届的 总统选举 是不是更加的君子呢? 当然啦 这个世界 我不认为有君子的 大家都是 骂骂骂的 但是现在就是要 逗谁骂骂一些咯 原来 说起骂骂 拜登 就真是比特朗普高一班 如果我们再看看 首个 法院判决特朗普 不能参与初选的州份 科罗拉多州 就是属于南州 意思就是 偏向民主党 过去 科罗拉多州 都被认为是一个 摇摆州 倾向于共和党 但是 自2000年打后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和大量无党籍的选民 他们本身都倾向民主党 科罗拉多州 也逐渐转向成为民主党的州份 从2008年开始 民主党在这个州的总统选举中 连续四届获胜 也显示出民主党的倾向 目前 科罗拉多州的州参议员 和众议员 都是由民主党所控制的 州的联邦参议员 和大部分的联邦众议员 亦都是民主党成员 所以 如果论手段 民主党更愿意 透过其他的方式 例如法律途径 来阻止特朗普 但是这种做法 合不合乎君子 我认为就很骂 总括来说 目前 特朗普在他的初选之路 已经开始转入直路 现在就得到最后一个对手 尼克克·哈利 虽然尼克克·哈利 有的是金主的支持 但是尼克克·哈利 你看他的款 相比起 当他拍下特朗普的时候 真是双形见绝 就算尼克克·哈利背后有多少金主支持 要赢得特朗普 都是非常难的 不过更可笑的就是 你看到美国 到最后都是变成一堂老人政治 两个老人在争总统 你说这样的国家 还有没有前途呢? 不过这些都是 美国人的决定 因为 这些都是透过 美国的民主制度 选举产生的 要怪就只能怪 美国人自己 好 关于特朗普的 事情 今次就跟进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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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